哪一個 這個 才剛進到民宅就看到層架上堆放好幾箱化妝品 檢視包裝後逐一搬下來通通查扣帶回 因為眼前的這些東西全部都是盜版的 原價2315元的愛馬仕唇膏 只要一半的價錢就能買到 另外還有這一顆YSL氣墊粉餅 不用一張氣氛大鈔就能入手 售價達到骨折全是因為 嫌犯先從淘寶上買來大量仿冒品 再放到自己的網拍平台 還特別標注是國外代購或是專櫃公司貨 藉此掩人耳目 欺騙消費者 脫皮弘養等等的症狀 警方調查這兩名嫌犯都曾經是百貨公司貴哥 每家詢問效果時就能馬上回復 而且還會在假貨中掺雜部分蒸貨 雲目混珠混在一起賣 花錢貨物得睜大眼睛看仔細 以免花錢買化妝品保養品 反倒變成反效果 三順陳醫生 楊心儀 台北 視頻報導